我是張浩 九歲開始玩風浪板 如果有一種生活要靠風采能夠完成 那會是什麼樣的人生 很小的時候很崇拜他 幸運是活動的 那時候我曾經在那時候 是獲勝的 有一場全國的比賽 不小心地比一個第一名 我跟Alex說我想當真的選手 這是更好玩的 但同時我們知道 有很多承諾和承諾 當我們去香港 我們覺得我完全不太好 我必須得更好 如果你想去亞洲 你總是會覺得很棒 我覺得奧運就跟登天一樣 只是有這個夢想的說說而已 你應該不可能進來 應該不可能進來 我不是閃氣我就是難過 我可以看得到你跑得比現在好 其實非常害怕輸 有些時候 你來一個活動 從天一開始 你會瘋 你會瘋 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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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鐘 去 GT6 25 最後一組 我們可以看到 這組合 很近 遵攻 我們 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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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總是要有一個夢 你怎麼知道 我們一定不能成功 我不是 那時候 會在這組合 一組 找不到 方向 暗手飛翔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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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